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王 上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冷媒回收机的制作过程 有很多网友没看懂回收机上面的大罐是干什么用的 今天大家一会儿就知道那个大罐的作用了 这个就是上面的大罐 里边是空的 扶屏切割二成 下面这个压缩机并不是回收冷媒用的 有的网友没看明白 说这个设备它几十年前都制作过 压缩机再一会儿会过热 它肯定会过热的 因为没有冷媒散热 所以这个压缩机是连着这个散热器 单独一个制冷系统 现在大家看到铜管没有 这个铜管是放到这里边的 然后由这个压缩机对这个铜管进行制冷 制冷以后 这个大罐里边是放满水的 然后水就进行降温了 为什么要降温呢 关键的一步来了 这儿还有个压缩机 这个压缩机是放到气罐里边的 然后被水整个淹没 这个是回收冷媒用的 因为它发热链很大 所以必须放到水中用水进行降温 就是水冷的 然后还有个问题 电路问题要防水 所以这个地方 让我用胶整个护死了 把接线柱整个护在里面 这样就不会漏电 这个压缩机 是个东背325的 制冷量325瓦 功率还是比较大的 现在就把这个压缩机 放到大罐中 然后管路连接起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塞热器 前面一个小的 后边一个大的 小的是降温用的 大的散热器 是冷媒回收 散热冷凝用的 原理就这么个原理 做出来到底效果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到时候试一下机 看看回收效果 主要是这个压缩机 它只要不停机就可以 万一它要频繁停机 就不能进行回收了 现在正在连接管路 我一会把压缩机和罐体 焊接一个支架 把压缩机固定上 现在在罐的底部 焊接了四个螺丝 做支腿 把压缩机固定在螺丝上 现在冷媒回收机 已经初步成型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罐是干啥用的了 里边有个压缩机 给压缩机降温的 而且里边要装满水 旁边还有个压缩机 它是给这个压缩机降温的 里边盘着铜管 铜管凉了以后水就凉了 压缩机温度就下来了 这个压缩机是回收 制冷机用的 制冷机通过这个压缩机压缩 然后到这个大的散热器散热 然后再输出 到制冷机平中 进行冷媒回收 现在正在抽真空 抽完真空以后 把这个压缩机的冷媒 夹住上 先把它调整好 然后再调整它 现在机主已经通商店运行 先把制冷的机主 加上浮 134A的冷媒 现在还不到一个压 通管已经结霜了 因为这个通管又需要水吸收冷量 现在没加水 所以这个通管肯定会全部结霜 加上水以后啊 这个霜就会化掉的 现在这一套机主 组装完成了 特别凉啊 毛细管用的是直径 1.8毫米 用了2米长 现在 散热制冷的机主 已经焊接完毕 浮备加上了 在灌体的堆下方 焊接了一个排水口 用铜帽堵的 把铜帽拧开就放水 拧紧了 就把水锁住了 把水淹没 通管就可以 敲上电 让压缩机 进行直冷 现在通管就没有刚才那么凉了 过一会看看 高压立马就热 确定没问题以后 才能把压缩机放进去 这样压缩机放进去以后 降温效果就明显了 刚才测试完了 直冷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散热器 散热效果不好 因为这个风扇在前面 本来打算用这个风扇 给两个散热器散热 看上现在是不行了 因为这个散热器 现在还没发热呢 这个散热效果就不好 过滤器有点烫 压缩机 升温升得也快 但是直冷是没问题的 所以决定把这个散热器 重新换地方 重新焊个支架 放到上面 放到上面以后 单独用过风机给它散热 本来这个风机就是固定在这个散热器上 为了节省空间给它拿下来了 看一眼还是不行 用它单独散热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今天又干了一下午 马上就要成型了 就等这个制冷效果了 如果没问题 把压缩机放进去 连上管道就可以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请点赞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